宗徒大事录 第五章 有一个人名叫阿纳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斐腊卖了一块田地 他扣留了一部分价钱 妻子也表同意 就带了一部分去放在宗徒脚前 伯多禄说道 阿纳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使你欺骗圣神 扣留了田地的价钱呢 田地留下不卖 不是还是你的吗 既卖了 价钱不是还属于你权下吗 为什么你心中打算了这事 你不是欺骗人 而是欺骗天主 阿纳尼亚一听这话 就跌倒断了气 凡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 年轻人就起来 把他国企抬去埋葬了 大约隔了三个时辰 他的妻子进来了 还不知所发生的事 伯多禄问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钱 就是这么多吗 他说 是 就是这么多 伯多禄便说 你们为什么共谋试探主的神呢 看 埋葬你丈夫者的脚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去 他立刻跌倒在他脚前 也断了气 年轻人进来 见他死了 就抬去埋葬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一切 听见这些事的人都十分害怕 宗徒们在百姓中 行了许多征兆 显了许多奇迹 众信徒都同心合意地 聚在撒罗满郎下 其他的人 没有一个敢与他们接近的 但是百姓都夸赞他们 信主的人越来越增加 男女的人数极其众多 宗徒们行了这样多的奇迹 以致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上 跑叫伯多路走过的时候 至少他的影子 能遮在一些人身上 还有许多耶路撒冷四周城市的人 抬着病人和被邪魔所缠绕的人 齐集而来 他们都得了痊愈 大司祭和他的一切同仁 即撒杜赛党人 都起来极恨填胸 下手拿住宗徒 把他们押在公共拘留所内 夜间 有上主的天使打开了监狱的门 领他们出来说 你们去 站在圣殿里 把一切有关生命的话 讲给百姓听 他们领了命 天一亮就进入圣殿施教 大司祭和他的同仁来召开公议会 及以色列子民全长老议会 差人去监里把宗徒们提出来 差一来到 在监狱中没有找到他们 便回去报告说 我们确实看见监狱关锁的非常牢固 卫兵也站在门前 但一打开 里面没有找到一个人 圣殿警官和司祭长一听这些话 十分纳闷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忽有一个人来向他们报告说 看 你们压在监狱里的人 站在圣殿里 教训百姓 圣殿警官就同差役 去把他们领来 但未用武力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砸他们 他们把宗徒领来之后 叫他们站在公议会中 大司祭便审问他们说 我们曾严厉命令你们 不可用这名字施教 你们看 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 传遍了耶路撒冷 你们是有意把这人的血 引到我们身上来啊 伯多禄和宗徒们回答说 听天主的命 应胜过听人的命 我们祖先的天主 复活了你们下毒手 悬在木架上的耶稣 天主以右手举扬了他 叫他做首领和救主 为赐给以色列人悔改和罪赦 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并且天主给那些服从他的人 所赏的圣神 也为此事作证 他们一听这话 大发雷霆 想要杀害他们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加玛里尔 是众百姓敬重的法学士 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 命这些人暂时出去 他便向议员们说 诸位以色列人 你们对这些人 应小心处理 因为在不久以前 特务达起来 说自己是个大人物 符合他的人数 约有四百 他被杀了 跟踪他的人 也都散了 归于乌有 此后 加里雷亚人尤达 当户口登记的日子 起来引诱百姓随从他 他丧亡了 跟踪他的人 也都四散了 对现今的事 我奉劝你们 不要管这些人 由他们去吧 因为 若是这计划或工作 是由人来的 必要消散 但若是从天主来的 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们 恐怕你们反而成了 与天主作对的人 他们都赞成他的意见 他们遂把宗徒们叫来 鞭打了以后 命他们不可再 因耶稣的名字讲道 遂释放了他们 他们喜喜欢欢地 由公义会前出来 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 受侮辱 他们每天不断在圣殿内 或挨护施教 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 那是在我给了 那个词 那是你 那是我的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们有这种 词词 词词 我记得 我记得 感谢观看